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保存只差一个字 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的学习 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情况下只能用保留而不能用保存 比如最近一个月我正忙着搬家 家里有很多的书 衣服 还有家具 这些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全部带走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把一些书送给了我的朋友 但是我还保留了几本 刚才我就用到了保留这个词 我还保留了几本是什么意思呢 留就是表示留下 我没有给别人 保留的第一种意思其实是送给他人 或者卖给他人的反面就是自己留下来 再比如我家有很多的家具 我真的没有办法全部带走 所以我就卖了几件二手家具 但是我还保留了几件我没有全部卖掉 我还留了几件家具 这时我就可以说我还保留了几件家具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我还保留了几件家具和我还留了几件家具 这两句话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大家不用过度区分 你的重点一定是在情景当中 人们对话的目的 我再给你解释 我家有很多家具 我带不走 我卖出去了一部分 但是还留了几件 和我还保留了几件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保留因为它有两个汉字 所以它在表达的时候意思更清晰 但是在口语对话中 人们通常会选择交流最简便的方式 一个字就可以了 我还留了几件家具 很多旧衣服我都送人了 但是孩子出生时穿的第一件衣服 我还保留着 在刚才的两个例子里 你会发现保留的后面 接的都是一些食物 保留了几本书 保留了几件家具 食物就是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但是保留这个词 还可以和一些非食物的名词来搭配 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 比如在工作中 有可能你会被问到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吗 又或者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意见吗 理想的状态 当然是你已经想好了 这时你可以说 我的意见是 又或者是我的想法是 但更多的时候 是我们不方便在这个时候 过早的发表意见 你不希望太早给出一个结论 这时你就可以说 我暂时保留我的意见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 我不想过早的下定论 有可能是我还没有想好 又或者是我没有充足的信息和知识储备 所以我不能这么快的下结论 这时你就可以说 我暂时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留给谁呢 留给我自己 我不想把意见公布给大家 这些意见我搁置下来留给我自己 如果你已经学会了 我暂时保留我的意见 又或者 我暂时保留我的想法 我暂时保留我的观点 这些话我们可以把这句话 稍稍做一点升级 其实你还可以说 我持保留意见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 我暂时保留我的意见 只是我持保留意见 这句话更加的正式 更加的专业 如果下次你在会议中 听到了有人说这句话 你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在孩子该不该打疫苗这件事情上 我持保留意见 我们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的整理 首先保留这个词的后面 可以说保留什么东西 是一个食物 也可以是保留信息 保留意见 这些词呢 都是非食物的 保留的意思就是指 不要给出去 把它留给自己 把它留下来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保留的另外一种用法 在接下来的情景中 保留这个词 也可以被替换成保存 比如我回到家 我妈妈拿出了一本特别老的相册 我看到了我小时候的照片 她说 这些照片我一直保留着 她也可以说 这些照片我一直保存着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 这些照片没有遗失 没有丢弃 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这里 我一直把它保留在这里 所以在刚才的例子里 大家可以学会一个句型 叫做水保留着什么 我一直保留着你写给我的信 我一直保留着孩子们画的画 我一直保留着你送给我的礼物 我一直保留着我去旅行时买的纪念品 接下来我们要把句型稍稍做一点改变 叫做什么被保留了下来 你会发现句型发生了变化 它的意思也发生了变化 比如有很多有名的作家 当他们写一本书的时候 首先是在纸上用笔来书写的 那这些就叫做他们的手稿 可是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 这些手稿还在吗 如果幸运的话 这些手稿被保留了下来 我再重复一遍 什么它的主语是什么东西 被保留了下来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下来是什么意思 当你学习下来 起来上来这些词的时候 不要只盯着下来这个词 而是要看到它前面搭配的词语 保留了下来 什么东西 被保留了下来 如果你注意到了我手势的方向 为什么我从这边一直移动到了这边呢 其实是一个时间的跨度 在几十年前 这位作者写了一份手稿 这份手稿被保留了下来 这个下来强调的是时间的跨度 强调的是岁月 有什么东西 一定要强调 跨越了时光和岁月 很多很多年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刚才我们给出大家的例子 是作家写的手稿 当然也可以是名画 画家的名画 也有可能是一些建筑 当然也可以是 某种习惯或者习俗 虽然城市一直在变化 但是有些古代建筑 一直被保留至今 虽然时代在变化 但是一些传统的习俗 被保留了下来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